我们这桌子不小吧 三个菜占一桌 这是我的饭盘 这是它菜盘 我去 我们现在在合 叫合什么街 合良姐 就去吃东北菜 狗包肉 在东北就去吃东北菜 我们最近可能吃的炒菜比较多一点 就那个 会先欢自味怪 鸭锅大丰收的一个 来个炒牛鸡菇 凉菜有啥凉菜 咱家菜码很大的 你们两个人 吃不了我打包呗 嗯 吃不了 东北的就是那种名当点菜 哦 哦 花生米 好 谢谢 油炸花生米 上面撒的东西 你猜是糖还是盐 这种油炸花生米 我吃个两种 一个是糖的 一个是盐的 对 盐的 这是咸的 这是 哦 炒牛果 刚才说盘子大 我以为是给我开玩笑的 这么大 这是我的饭盘 这是它的菜盘 我去 我先开动了 哇 虽然说肉没开上来 但是滋味好好 不错 看着应该是红烧很有味道 嗯 好吃 滋味很毒 然后还没有那个怪味 你咔吧 试试 胳膊肉来了 也挺大一盘 我这是榴莲酱 它家有两种锅包肉 一个就是我们常吃的传统锅包肉 蒜甜口的 然后这个是榴莲锅包肉 先来吃个新鲜 先不说味道啊 它家的锅包肉口感挺好的 厚厚 软软 外头再已经酥焦的 不是那种嘎巴的脆的啊 这个榴莲肉还挺重 里面肉还挺大的 哈尔滨的这个东北炒菜款里边 基本上家家都可以做锅包肉 每家的口感都是不一样的 驴肉正教 我们很久没有吃过驴肉正教了 胖胖的 大大的 哎 让我炒烂 四个菜摆一桌 信不信 送着这花生米在别的饭店里面 这盘是5块钱 肉好多 这个盘够大吧 这是鸭锅大丰手的 猪肉 玉米 窝窝 这里面还有排骨 豆角是放的 这是那个四季豆 不是东北的那豆角 我愿意吃这个蒸角 好吃 这条挺香的 嗯 嗯 这个榴莲锅包肉和那个传统锅包肉 我觉得吃的最大的区别就是 它吃多了之后很腻 那个榴莲 榴莲酱很腻 简简单单的一顿饭 就是家常菜啊 你要说多经验没有多经验 但是吃着挺舒服的 都是东北菜 我一共花了170 我们走了 拜拜